台湾的最好的风景就是任文 每一次回来几乎对我来这边参观一下 有时的午后我们带Kenny从台北市区出发到九分区咯 九分位于台湾新北市瑞芳区 拥有特殊的地形景观还有美食 到台湾旅游你一定不能错过这里 今天在我的地培肉食的代理之下 我在车上打了个咳睡 打了个咳睡 你看今天的天气 哇这个阴阴凉凉的 配上音乐好好睡 风吹过来 然后真的感觉就是舒服 就是舒服 那我一起来了以后帮我带到了一个人头专动的一个 叫做九分山城的一个 九分山城 Kenny你之前有来过九分吗 来过 来过九分 可是呢 九分到底有什么地方可以看 有什么地方可以吃 有什么地方可以玩 我还真不知道 还不知道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就带你去 但是九分呢 我们在进入到里面的景点 还有名店之前 九分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九分这个名字的来由 对 其实九分为什么叫九分呢 是因为它在采矿业之前 对 它其实是以采章竹脑为业的 对 那么它其实是有九湿口的僵脑灶哦 那它是以湿口为一份 对 意思叫做九分 那么其实九分大家都知道吗 在早期的时候它们是以金矿业为名 对 然后世界各国人就会故名而来来采金矿来掏金 对 也因为到后期这个采矿业啊采金矿业它直接没落了 对 所以在中间有承积了一小段时间 可是后来又因为一部电影叫做《飞行城市》 OK 侯孝贤导演的《飞行城市》 在威尼斯营长 哇 营长出不得了声名大噪 对 全世界的观光客只要一直来到台湾 就指名要来九分 好 至于九分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景点呢 走吧 Let's go 我们带大家去看咯 我刚才呢 主持人有告诉我 所有东西都是跟语言的有关 语言的有关 跟语言的有关 语言的有关 对 这边都已经知道 今天吃了我们 肉圆啊 什么圆 然后你看看我就越来越圆 我也是 主持人问我说今天怎么 我穿那么宽大的衣服 我说我留个肚子的空间满 哦 这样子就可以装比较多东西 对对对 聪明 不会是Canny 走吧 对 这样像吗 对对 因为他很姜 所以红他一起发动 是不是有人吃花生 不服服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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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女生我在小的时候 就是我19、20岁的时候 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叫做 蜜蜂咖啡吧 比较有名的就是这种 那个咖啡是一滴滴的 冰咖啡滴出来的 对 那这种咖啡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喝到了 对 对 这一杯咖啡要多少钱 80 80 给我来一杯 那蜜蜂咖啡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这年代还有蜜蜂咖啡 蜜蜂咖啡 我们那个时候蜜蜂咖啡是很有名的 然后都是现模现做的咖啡 看到这些东西每样东西都觉得蛮新奇的 哦 因为其实在洛杉矶这种东西比较少的对不对 对 这就是这个传统的酒奔 然后到了台湾 要来看看民俗的感觉 副骨风 对 让大家觉得有那种骨色骨香 很好玩的感觉 看到这个狗狗的样子 很可爱 栩栩如生 而且他的眼睛眼神 我做的蛮平生 对 让我讲生到我们家的小可爱 前面这个地方 这个鱼丸 这个鱼丸 鱼丸是第一个圆圆的 而且这东西呢 当年我在新竹长大的时候 城隍庙的地方也有很多这种东西 我们进去看看 也去尝尝这边的鱼丸 好啊 看这个口味跟新竹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换说是 这个到底酒饭来 好像 必须要来拜访这家店 对不对 酒饭有两家蛮有名的鱼丸店 对 就是其中一家 嗯 可是我看电影也是 好像又可以知道了 很多人来酒饭就是 慕名而来 我还要来吃这家鱼丸店 現在看到的魚丸湯就想到說 當年我小的時候五六歲 然後跟著這個 截著這個衣服 跟著屁股後面跑 小朋友那個感覺 勾起回憶 對 看你剛剛吃的這個味道 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覺得 哇好棒的感覺 我跟你講 只要有回憶的東西 那個感覺就是魚丸湯 回憶加持絕對滿分好不好 這一家就是九份的魚丸匪 那其實魚丸匪 我們剛剛透過畫面 然後就可以看到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手工來製作的 還有這個豆干包啊 不過呢 這家店除了 我們剛剛吃到的魚丸湯 和乾冬粉之外 另外也有 因為我們也喜歡魚丸冬粉 但其實魚丸冬粉 就大同小異啦 就是魚丸加冬粉 對 吃起來就會滿有保值的感覺 而且其實啊 大家來這邊 大家對台灣可能有一些 觀光景點的印象 都是價格很高 但是我們剛剛這樣的套餐 我們吃起來才花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三塊美金 三塊美金 現在三四二塊比一 所以說不到三塊 兩塊八 兩塊八 三樣東西 兩塊八 這些東西 好吃的東西 又是那麼的清明的通買價 一定要來 推薦大家來九份 如果你來這邊吃 覺得這兩塊八毛錢 沒有物超所吃的話 回來我兩塊八我還你 好 真的迫不及待了 講了這麼多肚子好餓喔 我們趕快來吃 要沒事吧 對 對 有時候好像尋寶遊戲 又看到一個圓子 對 就分一圓 今天我們不是要來 就是要吃圓的 所謂跟圓的有關的 所以剛才我們魚丸也是圓的 對 魚丸是圓的 肉丸也是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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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剛吃啊 你吃了很多鹹的東西 對 現在看到魚丸有沒有覺得 好久沒吃到的感覺 那一定要來試試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阿婆魚丸 賴阿婆魚丸 其實也是九份 因為我的腦袋裡面 我的腦袋裡面 就一家game 就仙玉仙 對 賣魚丸 可是那個魚丸 我知道是 每在美國的每一顆 都是只有大概 八顆九顆一樣 八顆九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份 有幾顆好不好 對對對 這個魚丸這樣一盒它 有多少顆 對 差不多一百多塊 因為我是欠重 欠重的 欠重 六百多塊 六百多塊 我剛剛在講 我們在美國吃這個東西 一顆大概八塊錢 九塊錢 裡面只有八顆九顆 那你知道這樣子 一百塊才三塊嘛 三塊多一點 有一百顆 才是料多實在 真的是料多實在 推薦給大家 來九份的話 可以來吃 賴阿婆魚丸 這麼一碗玉圓 五十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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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塊錢 也就是才 大概一塊八毛錢 美金 一塊八毛錢 美金 而且你看看 來看一下 其實有好多好多的這個料啊 它真的沒有在少給的 一碗錢很大 而且在配上它的甜糖啊 我剛剛去跟前面的一個阿婆 打招呼 我問他 你就是那個賴阿婆嗎 嗯 他說 阿賴阿婆 我們在哪裡 在哪裡 在哪裡 因為一個照片 他說我已經是第四代 這個味道的才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古老的 而且到現在為止 他們剛剛在講 很多的操作的動作裡面 當然他可以用很多機器來取代 但他到現在為止都還只有手工 嗯 這真的是有堅持在手工的 因為很多用機器做出來的 跟你手工的味道 這個還是有差 這些差蠻多的 剛剛其實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忍痛會過了很多家 但是其實如果 你啊 來九份啊 這時間非常充裕的 基本上建議 你可以買一整個小 甚至到晚上 而不是問題 因為下午呢 我們的行程可以這樣 就從那個九份老街 紅袍慢慢的放到尾 對 整個下午應該就沒了 然後晚上的時候要去哪裡呢 晚上的時候就可以到 我們等一下要去的阿妹茶樓 那一條日本街道 那一條日本街道呢 是電影神影少女裡面 相似的場景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到阿妹茶樓了 對 一個非常熱門的觀光景點 上面就寫著悲情城市阿妹茶樓 這個阿妹跟那個我們唱歌很有名的阿妹 是不是同一個人 其實不是 不是 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來到阿妹茶樓 我們現在已經做定位了 不過很可惜的是啊 雖然我們坐的這個位置還不錯啦 然後今天因為天氣的關係 所以慢慢大悟發 那種瓊瑤小說煙雨萌萌 啊煙雨萌萌 我們剛剛點的是 我可以想我們剛剛點的是這個 一星兩夜冬片 然後絲目之人 就搭配這個情深深雨萌萌的感覺 然後來點一個絲目之人 我們杯具的話有兩種 長的話這種是聞香杯 用來聞茶香的 那短的話這個是品鈴杯 用來喝茶用的 對 那我們首先第一個步驟的話 是溫湖溫杯 溫湖溫杯 就是把全部的茶具跟茶杯 都先燙過一次 對 那我們現在倒到這個裡面的話 我們俗稱它是茶海 茶海 對對對 就是我們每次泡好的茶水 都會先倒到這個裡面 我們現在的話 全部的杯子也都要燙過 茶水進來的話 它是熱的 那如果杯子是冷的狀態下的話 那它的話就會把茶 本身就降溫了 今天茶葉的話 選的是冬片 冬片 那冬片的話 就是冬天的冬餅咕嚕茶 那因為茶葉的話 它應該越冷的地方的話 那甜味會結得越多 對啊 這個茶喝到嘴巴裡面 等一下會回甘 會回甘 不管它的茶葉 都會 的攤價 它的這個位置 讓我們坐在這裡的話 坐個半個小時 坐了一個小時 它有它的代理 這是一種享受啦 就是茶是陪乘 風景才是最主要的 有的時候我常常講過 出去觀光去旅遊 不是那地方好不好 或者吃的好不好 而是說跟你去的人對不對 那樣子的話 你的從人文 天文人文什麼的 那樣東西找下來 你會覺得你這趟的收穫 總滿滿的 好 今天整個下午的酒飯局 就到此結束了 要進入尾聲了 真的好捨不得 不過我想問問Canny 對 在今天整個下午走下來 印象最深刻的點 是哪一個景點 其實哪個景點 對啊 我只有感覺到 我自己感覺 非常的放鬆 放鬆 從一下一點鐘到了這邊 現在已經到五點了 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非常快 然後在這邊吃吃喝喝玩玩 然後看看那還買了一些東西 買了一些東西 時間過得真的快 如果說你今天還有時間的話 也是來安排你下個旅行 不要忘了到台灣 一定不要忘了來酒分 我走過我們剛才走過的路 吃過我們剛剛吃過的東西 沒錯 保證你好玩 保證好玩 對然後可是呢 會跟我一樣 帶很多肉回家 沒關係 我們回去再好好運動好了 希望大家來台灣的時候 一定都要給自己安排 至少一個下午 放鬆的機會 能夠來酒分這裡 走走看看 吃美食喝飲料唷 不管天氣是陰雨蒙蒙 不管是大太陽 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為什麼會看到這個 會想買嗎 為什麼 做小偷的時候安靜一點 做什麼 做小偷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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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小偷 做小偷的時候 做小偷的時候